請洪委員持庸執行 尋找時間為十五分鐘 主席我們請院長跟馮部長 院長 還有國防部長 洪委員好 院長長 好 洪委員長 部長長 院長跟部長 今天我這邊要關心的是 我們軍中自殺的一個問題 其實今年已經發生了21起 自殺的一個案件 首先我要講到的是 近幾年我們一直在推動慕兵制 所以呢 其實我們一直在加強推廣這件事情 所以我們從廣告面 從形象面 我們做了非常多的一個努力 好 那這個廣告拍得非常吸引人 這形象也做得非常好 所以其實很多的一個年輕朋友呢 他因為這樣的廣告 他被吸引 他加入了我們的這個 軍旅的一個行列 但是可能這個我們廣告拍得非常好 他進到軍中之後發現跟他想像的 好 是不太一樣的 所以呢 他可能產生一些不太吸引的一個狀況 那我們可以看到 其實這三年來 好 這個我們軍中自殺的人數 有上升的一個跡象 好 那從17年 17年來我們可以看到說 國軍在軍中自殺身亡的一個人數有430位 好 這個數字我認為不算少 好 那這三年來從103年104年到105年 今年總共 今年有自殺的案件是21個人次 那以稅的一個人次是18人 那這樣的一個情況 我想要請問一下部長 當我們原額不斷的在下降 那我們疫情也不斷的在縮短 那為什麼我們到今年 在105年 我們在9月份 才過完前三季的這個時間 我們這個人數攀升到21個人自殺 院長 跟部長 你們認為是什麼樣的因素 導致這樣的一個情況 跟洪委員特別說明 我想我們會應該是要讓軍中的整個環境 做一個整體的了解 因為這些原因可能是不一樣 那麼細節的部分 也許可以讓我們部長能夠說得更清楚 好 來 部長請 給委員報告 我們這個統計 跟分析了以後 發現這些制裁的 或者是制裁未遂的 他們至少有三大類 第一類是我們極然掌握的 就是它的家庭因素 家庭的因素之外 第二類就是它的感情因素 第三類是在軍中的適應的狀況 第三類我們做得最好 因為除了我們部隊有心腹之外 我們也結合了醫院 甚至於民間的機構 形成三層的防護 我們第一層是我們去了解狀況 第二層是送到醫院 去加以去輔導 第三層就是假如發現它的精神問題 不能適應的話 我們給它辦試退 或者是讓它在這個精神的避孕 我們輕度的我們來給它治療 這樣子來減少 那麼我想我們應該是日趨 將來會減少才對 不會再增加 好部長你說的 未來是減少不會再增加 我們不希望接下來還會有這樣的一個事件 一再的一個發生 好部長你剛剛有講到 這個你所謂你分析的三大原因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 今年這21起的一個自殺的案件裡面 我們21位有將近一半是自願役的軍事官 是的 對那有一半是自願役 那自願役的一個自殺的原因 大部分就是剛剛部長你說的 就是因為感情的因素跟家庭的因素 就是無法控制的它外在的一些因素 但是自願役 自願役裡面有五位 它是因為工作壓力而選擇自殺 那佔了一半 那如果說呢我們來看一下 你整理出來的就是國防部整理出來的資料 因為工作壓力去選擇自殺全部都是自願役 所以因為工作的問題去選擇自殺 就是我們這個投效我們軍旅的自願役的這些同袍 好所以我今天我要問到的是說 其實上一個會期我已經有問過了 我們過去20年我們的這個兵力一直在下降 減少了將近一半 但是我們的這個軍旅的這個業務 跟文書跟雜物 其實沒有跟著等比例的一個下降 那上一個會期我問到說 我們到底國防部要有什麼樣的一個做法 來減去這些不必要的文書跟業務 那現在請問部長 我們有沒有一些具體的一個做法 這個我想給委員從兩方面報告 第一方面就是當然我們國防部一定會下令 要各部隊減輕他們的這種 不但是生活上的負擔 公文上的負擔 還有工作上的負擔 那麼現在我所知道跟了解的 是我想公文上的負擔呢 減輕了大概至少40% 那麼生活上我們已經加以改進了 我們譬如說禮拜六禮拜天的操課 我們盡量以禮拜六的半天為主 那麼禮拜天我們讓他有一個休閒的時間 求累活動的時間 甚至於我們開放給家長來探親 或者讓這個有家眷的來探眷 這些的效果我都覺得已經受到了很大的好 這個等於說是有一種改善 我想我很樂觀的講 以後的情況會有改進 好 部長我真的覺得你真的很樂觀 好 那當然我也認同啦 好 那也希望鼓勵 我們這個國防部要繼續努力啦 因為針對於工作壓力這件事情 其實本辦公室 其實一直都有收到一些陳情的一個案件 那他們也都表示 他們這個工作業務的壓力很大 那當中其實這幾件 自殺身亡的這個案件 也有跟本辦來做一個聯繫 然後他們的確都是反映說 他們在部隊裡面的一個業務 跟這些雜物實在是太多了 讓他們承受不了而選擇這一條路 所以我今天要再提的就是說 您說已經減少了40%的一個業務 那我希望這是一個真實的一個數據 而不是只是部長上面 自己口頭上面講出來的一個白話 好 那這部分呢我們也會再跟軍中的這些弟兄來做一個求證 是不是真的有達到部長你所說的降低了40% 好 那接下來我就要來跟部長請教 剛剛我們在討論新浮面的問題 好 新浮面呢就如同剛剛部長講的 我們現在的三級方處有三個步驟 第一個是發掘這個問題 那第二個是輔導 那再來是三級的醫療 好 這個 國防部給我的一個書面報告是時候呢 現在我們這樣的一個三級方處 其實是非常的健全 那人力也沒有問題 現在的這個縣編比的比率也夠高 好 但是呢上次次長在立法院備詢的時候 他有講到說過去10年呢 有5萬的這個弟兄朋友 他因為精神的壓力跟工作的一個情緒 那最後他要去就醫 那也有因為這樣的精神的一個問題而去退役 那近年就是因為這樣的一個問題而去自殺的 這樣的這個比例攀升 他覺得這個新浮的這個制度呢 是有出現問題的 好 那我想要問一下部長 到底是這書面報告有問題呢 還是我們次長講的有問題 你覺得呢 我個人覺得 對於這個次長所提醒的 他都是按照一個規定的數據 來給您做一個答案 那麼實際上我舉個例子來說 我們不但是自己我們有三層的防護 我們也跟外面的 新府的這些專業的單位 也培育了我們至少有18位專業人員 能夠這個 吩咐到各個地方去講學 甚至於去了解各部的狀況 他們的工作的狀況都能令我們滿意 您說我非常的樂觀我在想 我說我們很多的事情都在改進中 我想請委員的指導以後能夠刮目相看 好 來 所以這個我想你是認為說我們這個報告寫的非常健全 應該是沒有什麼問題的 好 那我就來看一下一個數字 104年跟105年 我們經過這個三級方處 我們的這個列管的一個個案 是6,096件 好 那但是呢 我們最後選擇自殺的是5個人 這個比例感覺好像還不錯 就是我們有列管的 就是我們有列管的是6000多個 遇到這樣的問題以後 各級的部隊長都會做一個檢討 好 那麼我個人的了解是 我們還應該再把心腹的工作再加強 而且最重要的是 我們幹部跟他們生活在一起的時間 當然是有限 除了工作跟教導之外 那麼最重要的我們現在還推行一種制度 就是希望他們同僚之間 比如說睡在他旁邊的人 同房間的人 這個同一個班的人 大家都能夠發揮一種愛心 能夠互相的勉勵 這樣子的話能夠了解他為什麼會很沮喪 或者他的行為為什麼會異常 或者是他的情緒為什麼那麼激動 像這些方面我們都能夠逐步的增加我們 去對部隊的了解 我想您舉的例子是我個人覺得非常遺憾的 那麼我非常期待我們經過改進以後 會有更好的結果 好 部長 因為我看了這個數字我是覺得 當然我們剛剛從6000多個案件去看的話 當然覺得這值得鼓勵 但是呢 如果我們又反過頭來看 就發現說還有36件我們是沒有掌握到 這其實我是覺得還蠻有問題的 我也希望國防部能夠針對這樣的一個問題 再做一些監討 那剛剛我們講的心服體系 軍中所做的這個心服的制度固然重要 但是呢 我們會發現說 是不是有一些同袍他不敢 或是他也不願意跟軍中的這些長官來訴苦 他覺得他不信任這樣的一個制度 他可能覺得他講的沒有用 他覺得他是長官 所以他會有一種畏懼的一個心態 所以呢 本行這邊有一個建議 就是我們除了把軍中的這個輔導的一個制度做好之外 我們是不是要加強來引進民間的資源 因為其實我們覺得像張老師 或是社公司這樣民間的一個資源 其實如果說這些弟兄朋友 他們覺得說不敢跟我們的長官來訴苦的時候 他可能會願意跟張老師 或是其他社公司來做一個溝通 那其實我認為說這個不是什麼專業的問題 或許我們的這個行服官 他們也非常有專業 但是 這是一個角色的問題 如果說今天我們能夠有一個不同角色的人 在軍中發揮這樣的一個功效 我認為這或許是另外一個解套的一個辦法 那部長跟院長 你們認為說 來加強引進民間的資源 你們對這樣的一個建議有什麼樣的一個看法 紅原您提到的這個部分 我想是應該是未來的一個潮流和趨勢 那當然也許國防部在這方面也許已經有一些規劃 那麼我們應該是針對就是 如何讓民間更專業的人 是能夠一起來協助來做心理輔導 那這個是必要的 來 部長 那您的想法 未來有什麼樣的規劃嗎 我覺得委員的指導非常的正確 對 我們會立即採取步驟來進行 好 那我下次再問這個問題的時候 希望有具體的一個做法跟成效 可以嗎 可以的 好 來 再來我就是提醒一件事情 以今年的一個自殺的一個案件來看 我們只要發生了一件之後 就會連續發生 我不曉得部長跟院長有沒有發現這個問題 其實今年非常多這樣的一個新聞 那尤其是在8月28號到9月4號 這8天當中發生了4起案件 這個我們是在思考說 是不是因為我們軍中的這個比較封閉 它的這個容易去感染這樣的一個氣息 好 這樣的一個問題的時候會擴大 好 那針對這樣的問題 我是提醒部長 如果我們現在已經知道了 如果我們只要發生一起 那接下來會有連環的事件的時候 我們應該在發生第一起的時候 就提高警戒 好 不要讓這樣的一個遺憾繼續發生 所以這是我另外要提醒的事情 再來 因為剩下一點時間 我想要問一下 軍事預算的一個問題 來 院長 2000年以來 我們三位歷屆的總統 他們都希望 我們的這個國防的一個支出 能夠達到GDP的3% 那過去跳票了16年 那明年一樣也跳票了 那明年的一個支出呢 我們現在編的一個預算國防支出是3102億 那佔的GDP大概是1.8% 那離蔡總統他希望的這個3% 還有很大的一段距離 那也離部長希望的這個4000億 也是還有不少的一個距離 那院長我想請問一下 這樣的承諾每一屆總統都做過 那我想要問一下 在這個4年內 小英總統的這個第一屆任期以內 您認為說 達到這個GDP3%的這個預算 有這個機會嗎 第一個我跟侯委員特別說明 根據我在過去在智庫經驗 我的了解 蔡總統從來沒有承諾 說一定要做到GDP3%的國防支出 那麼通常我們是把它當成一個 這是一個就是理想的目標 但是我們並不承諾它可以做到 主要原因是因為 我們國家目前的財政狀況下 不可能有這麼高的經費 用在國防預算上 那我們認為呢 但是呢我們有一個承諾 就是只要是對國家 防衛必需的一些武器的採購 這個部分我們不會有預算限制 因為這個採購 有時候它不是每一年都會有 它是按照我們的實際需要 那麼在某些年度發生的時候呢 我們一定會設法去投足夠的預算 來取得這些武器設備 但是 好謝謝洪委員 謝謝林院長 下一位我們請